流传千古的黄历通书 六世如神的诗文补算 惊世骇俗的警示预言 一诗一补 竟能堪破天机轮回 帝母经的贫贫事迹 究竟是在威严耸听 还是真的确有其事 回想起刚刚过去的2020年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 相信大家的生活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而2020年又正好轮上了 60亿甲子的耿子鼠年 连续到之前的耿子之变 坊间更是流传起了 耿子年必有大乱的说法 而这种说法的源头 就是来自于帝母经 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经书 又是否真的像传说中 这般料赎神呢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 感谢支持 说到帝母经 那就不得不先提的黄历通书 黄历通书 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老黄历 这是古代皇帝所颁布的一套历法 其中包括了 二十四节气 星宿生肖 流年太岁 吉凶不沾 以及十灵季节等各方面事宜 古人凭借对日月星辰的变化 观察制定了这套中国传统历法 他们还认为 每颗星星都各有其神 而根据这些天体的位置变化 会发生各种不同的 吉凶祸福之事 而这套日历的运行基础 则是对于天干地支的排列组合 与循环往复 因此 我们也就有了六十亿甲子的说法 从而在中国的传统历法中 天然就蕴含了一个天道轮回的概念 这也就是说 中国的传统历法会六十年循环一次 而在这种周而复始之中 吉凶祸福也会被一遍遍地重现 正是这种在线 使得皇历通书具备了对于未来之事的 遇事功能 而具体显现在书中的 便是这本让人们趋吉避凶的 《帝母经》 《帝母经》又叫《皇帝帝母经》 传说是皇帝轩辕士所著 通常附在于皇历通书的春牛土一夜中 它跟随太岁干支 依据六十甲子的顺序周而复始 用一师一补的方式 对当年的农业生产状况 以及各地可能会发生的 俘获凶极进行预测 即使这本书身上的秘密 还有许多尚未揭开 譬如 它到底流传了多少年 是何人所著 又是怎样被记载流传下来的 这些问题皆以无从考据 但书中 诗文挂补的准确性 却精确地让人咋舌 回顾我们开头所说 2020年 网络风起的 耿子年必有大乱的说法 为什么说 这种言论 究其根本与《帝母经》相关呢 原来在《帝母经》的诗文中 对于庚子鼠年 有这么一段诗文描述 太岁庚子年 人民多暴族 春夏水淹流 秋冬贫积可 高田游击半 晚到无可歌 情怀足流荡 无处多截夺 我们对这段诗文进行解析 那就是 庚子之年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洪涝干旱轮番上演 粮食减产谋生艰难 而后会发生饥荒 流民四起 整个时局都会动荡不安 诗文后还付诸了 对于当年的补文 鼠号出头年 高低多偏颇 再看三冬里 山头起木田 更是直接点名了 瘟疫的发生 以及人畜大量死亡的惨状 这让我们回想起 命途多舛的2020年 在这一年中 天灾人祸 似乎都在争先恐后的降临时间 首先是新冠疫情 毫无征兆地蔓延到了全球 而后 澳大利亚持续五个月的山火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野生动物死亡 稀有物种灭绝 除此之外 还有非洲爆发的蝗灾 加剧了世界粮食危机 菲律宾火山喷发 世界多地洪水肆虐 内蒙古鼠疫 猪瘟 埃波拉病毒 古市的四次熔断 等等 2020年 似乎每一天 我们都在见证历史 也似乎是验证了 帝母经的 庚子必有灾祸的预言 那么 按照这种说法 是不是 庚子年注定 都会多灾多难呢 按照帝母经 周而复始的规律来说 这种风雨飘摇的 弘扬节年 一定不是只发生了这一次 那么历史上的庚子年 都发生过哪些事呢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庚子鼠年 就是60年前的1960年 那一年 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 最严重的时期 全国60%以上的耕地受灾严重 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全国总人口 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多万人 突出受灾的如河南信阳 有9个县的死亡率 近乎100% 与此同时 在那一年 智利也发生了9.5级的大地震 有14万人 丧命于此 而在被称为庚子国变的1900年 那一年 八国联军清华 为了孤灭义和团的反抗运动 他们直接进犯了北京 而这场战事 导致了中国彻底沦为了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最终和11个国家签署了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不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一年的印度 也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数百万人被活活饿死 而当我们再往前推时 1840年就更不用说了 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年份 就是这一年 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 直接开启了近百年的中国屈辱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 西方列强用尖船力炮 轰开了满清朝廷的大门 中国从此开始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次又一次 庚子年的惨事似乎不断向我们验证了 《地母经》所言着实不虚 而这样一部如此灵验的经文 对于辛丑年的解读 却也并不明朗 就在疫情烧解 所有人都不禁松了口气的2021年到来之时 《地母经》又在《黄历通书》中再一次向人们预警 他对2021年预测了什么呢 诗文的一开头便是 太岁辛丑年 疾病烧纷纷 这也就是说 当进入2021年辛丑年之后 疫情会稍有缓解 但是因为气候环境等各种因素 还会有不少疾病纷扰出现 人们在今年不可以对其放松警惕 要持续关注健康问题 第二句则是指明了今年的天文状况 春夏均干雨 秋冬得十分 《地母经》认为辛丑年 还是偏向于风调雨顺的 春夏两季 总会有好雨适时的落下 而秋冬虽然会气温偏冷 但也为来年的农业生产 减少了病重灾害 接下来的两句 五月桑马好 京畜米麦珍 桑叶树头秀 残娘自喜心 更是直接点明了 五月京畜等地区的 桑残枝叶的兴旺 当然 我们也可以越过时代的局限 放大到纺织品 加工制造业 乃至经济方面 都会有一个复苏利好的消息传来 人民的财政收入也会稳步提升 最后一句 人民见苏西 六处障群巡 也说明了 人们会慢慢地从庚子年的痛苦中走出来 而上一年 因为疫情引发的各种不安 都会逐渐平息 但由于气候环境等原因 各类家禽家畜 甚至是家中宠物 都很有可能会患上疾病 地母经关于辛丑年的诗文 全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 2021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复苏之年 希望之年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开头说 这个语言是害人听闻的呢 问题就出在了诗文后的 补挂补词之中 补词原文写道 心丑牛为首 高低甚可怜 人民留一半 快活好桑田 这时指出 在2021年 无论人们的身份地位高低 大家的生活都比之前要更艰难 联系上一年 在疫情影响下的各行各业 今年无疑是 收拾残局 重整山河的一年 想必对于劳动者而言 也确实比往年过得 更为辛苦一些 但补词的后半句 却更令人胆战心寒了 人民留一半 究竟是在说 2021年 依然会有大量的人员的伤亡 还是说 在经历了庚子难关之后 剩下的人可以重新开始自己 逍遥快活的生活了呢 对于目前才过去第一季度的 2021年 我们尚不可知 但为什么 诗文中明明描绘的是一个 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却又在补词中 给予了我们几乎 截然相反的生活景象呢 我们按照灾难来源的思路分析的话 造成人民伤亡的 既然不是天灾 那只能是人祸 但对于比以往的乱世纷扰来说 当今社会的文明法治 会直接规避掉很多人祸的可能 那么 这个预言 究竟还准不准 事实上 《地母经》是古人 对农作物进行生产估量的 一本参考用书 书中诗文 与我们传统诗句中的 押韵 工整 等特征 截然不同 在后世的学者的考究下 也基本可以认定此书 为文末不通之人所著 因此这本书极有可能只是 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下来的 生活经验的总结 《地母经》中对于60年内容的 循环使用 使得这本书具有了周期性 从而天然地带有了 预言的色彩 但其实 这只是古人 对于过往经验的一种记载 与其说 它是一本 惊天伟地的预言之书 倒不如说 这是一部 以古照今的 警示真言 毕竟今天的社会是千百年来 没有过的大变革时代 现代化 机械化 以及国家形态 等各个方面 较之从前 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比从前 可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就会引起大范围的饥荒 瘟疫 乃至人口死亡 但如今的中国 早已脱胎换骨 或许依旧会有各种灾祸出现 但凭借国家的力量 与人民的配合 一切的困难都会被战胜与克服 因此 地母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不可尽信其言 但作为千百年来 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总结与探索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 宝贵的经验进行参考 让他像一口警钟 时时警醒自己 要敬畏自然 真实生命 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